我们可以在上面查询编号,实际上就可以做查询,其实我前面讲过的就是查询 那你比如说针对001Enter的话,它会自动帮你把001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其实同学常问到,比如说你要把资料从另外地方自动带过来的话 最好是一个下拉清单,当那个下拉清单选取之后,自动帮你把其他的资料全部带过来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我前面特别强调啦 将来当然你可以把左边跟右边的资料可以把它分开 左边放一个地方,右边放一个地方 那你可以怎么样,当你输入什么,自动帮你把左边的东西带到右边来 本来是横的吧,横向的一列,变成纵向的一栏 那以后的话当然不一定啦,你资料横向你也可以再放横向,你也可以放纵向 反正呢,主要是帮你查到某个资料之后,再带到你指定要放的位置 其实很多工作上应用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最好是说,因为现在如果说你不知道有多少编号 你可能会乱Key,Key个009,Enter,找不到 主要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个编号 那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干脆给它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呢,旁边会有个箭头,按下去自动帮你把多少个编号带过来就好了 那要怎么样做个下拉清单,我想各位应该都有用过啦 而且下拉清单还可以做两重的 比如说你选了第一个,它会自动跳第二个,自动跳第三个 还可以做多重的喔 有没有,应该有看过类似像这样的应用吧 之前也蛮多同学问到,如果要做两重的清单该怎么做 不过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可以补充一下 如果你要做两重的清单喔,可能要学会一个函数叫Indirect 如果你不会Indirect的话,你是做不出两重的清单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环环相扣啦 如果你会那些函数的话,那你会很快可以把你要的结果做出来 都不需要十倍,尽量用理解的话 那如何做个下拉清单呢 一,请各位先做一个资料来源 跟他讲说,我的资料来源就是编号 那我前面讲过,当然你用选的啦 不过我不建议你用选的,我建议你用名称去定义 比如说以后编号就指的是它下面这个范围 那我们讲过,你只要选编号到它下面这个范围 一,再到公式里面的从选取范围建立 它的名称刚好在我选取范围的顶端列 有没有,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自动产生一个名称叫做编号 这个编号的范围呢,指的就是下面这个名称 OK,这个好像前面有做过类似的应用嘛 顶端列哦,你就用顶端列 指的就是它的顶端列就是它的名称 当然你不只可以选单一栏 你可以选很多栏 它可以同时帮你建很多栏的名称 那我们目前先建一个编号的范围 或者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选下面上面打名称也可以 方法很多种 好,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做的就是说 我游标放在查询编号的这个地方 我希望能够变成一个下拉清单 而不是说让使用者任意去输入 那我该怎么做 一,游标放在H3的储存格 二,到资料里面有一个叫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这边 这边最后关键就在这里 下拉清单先给一个来源 我习惯用名称 第二个呢 资料验证里面呢 把什么呢 把你原来的那个储存格 内容允许 本来是任意值 请记得 关键地方就是在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清单 OK 意思就是这个储存格 以后呢 它即将显示的时候 是一个清单 而不是像刚刚是任意值 那你的来源呢 因为清单需要有一个资料来源 你按下去 它会自动帮你把刚刚那个来源带过来 那我希望呢 它里面就放编号 所以我按F5 记得哦 名称就是配个F3 F3的话呢 这很重要啊 因为用到的机率还蛮高的 把编号的部分呢 按个确定 等于编号 意思说 我这个清单 当我点它的时候 自动帮我把我刚刚那个定义的 那个范围的资料哦 帮我直接就倒到那个清单的 哎 下拉清单里面 那我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这地方哦 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出现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清单 有没有 哎 你就可以从哪个地方呢 它实际上就是 把刚刚的编号 自动帮你放到 这个清单里面 OK 那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说 你以后怎么样 以后就是直接用选的 而且也可以避免掉错误了 避免掉错误 那这样的方法的话 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甚至后来好像有同学说 那如果说 那个编号会增加怎么办 那其实你将来 定义的时候就选整栏 把整栏选 它就会自动会帮你增加进去了 OK 不过记得了 因为如果你现在选了 因为这下面我们有什么问题 说明这个 会干扰到 所以可能要 这个后面下面的东西 要把它删掉 如果你有新增 它也会自动帮你新增进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建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清单出来 那当我怎么样 选002 他把张博雅带过来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可以避免错误啦 不然的话使用者 key一个009 没有 那当然一定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边的话呢 顺便讲一下有关那个 如何建立一个下拉清单 这个效果 那里面关键的地方 一先到公式里面 里面呢 先选取编号到 它下面的范围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你可以再确认 你的名称是不是已经进来 你可以从名称管理员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编号 编号下方会有一个你的范围 它会指向这个范围 那第二个呢 再到那个我们的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找到那个清单里面的编号 那这个编号记得按F3 来源的话呢 就给一个编号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下拉清单 所以这边下拉清单就产生了 不过 就有同学大概比较常问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下拉清单 如果有增加怎么样 我刚刚讲的 其实你选整栏 它会自动会帮你新增进去 ok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多重下拉清单怎么做 比如说我选了第一个 再选第二个 它会自动根据前面 改变后面的下拉清单选项 那这个也许待会我们在 如果讲完那个 Indirect函数之后 我们再来看 因为如果你要做两重的下拉清单的话 你会需要学会一个叫Indirect函数 如果你不会Indirect函数 你可能那个效果就做不出来了 ok 所以一请各位先把那个下拉清单的部分 先试着做出来 那待会的话呢 也许二的话呢 把那个Index这个工作表 再拖拉 把这个改一下 也许改成这样 Indirect Direct R E C T I N D I R E C T Indirect 然后呢 请各位一样把刚刚的东西删掉 换一下 换什么呢 换成如果我今天不要用Index 我希望换一个函数 叫做Indirect这个函数的话 那要怎么把结果给带过来 所以这个Indirect一样可以查资料 可是它的查的方式不太一样哦 你要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哦 它里面会给两个因素 两个因素里面的话 第一个是什么 R E F 其实通常R E F 在Excel里面的意思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参考 在中文应该叫参照也可以啦 参考或参照 在这里应该叫参照 参照底线 后面一个TEST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关键字 有个TEST的话 那你一定要给它一个是字串 或者叫文字哦 文字的话呢 意思就是前后一定要有双以后 才叫文字哦 所以呢 这是什么叫参照的 参照到的那个什么呢 文字 其实我讲参照到的字串 那其实意思很简单 指的就是说什么 我只要给它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什么抓过来呢 003嘛 那我其实要把B5 有没有 B栏的B5 所以其实它需要的是一个什么 B5的这个文字 给它就可以了 好 那B5的话呢 不过你会发现我点选它的时候 它带过来的话 会是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而不是一个储存格的文字 所以好 你需要怎么样 如果你直接按确定 它会不会OK呢 你会发现它这边好像OK 可是你按确定的话 它会出现 诶 谨 R E F 谨的话是错误 L R E F 是错误的说明 意思就是说参照不到 意思是说我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在哪里呢 你這邊不是文字啊 你是一個儲存格 所以怎麼辦 前後 記得 加上什麼 雙引號就好了 就是B5前後 再補一個什麼呢 雙引號給他 我們按個確定看看 X吳丹亞出現了 意思了 其實這邊index的函數 理論上應該如果你是test 你為什麼不能像那個if函數 你打一個什麼字 他自動前後幫你加雙引號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函數 其實最容易發生錯誤是 你給他的是一個需要的 坐標 但是問題你忘了加雙引號 那就會產生錯誤 所以這點可能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是我們自己用眼睛看的 然後去告訴他說在哪一個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嗯 自動根據什麼 他在哪一個編號 那我就自動去幫他抓到的話 這邊可能會需要什麼 這個5有沒有 欸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串的嘛 串什麼呢 把這個5delete掉 後面呢 end什麼呢 end 串接 如果要產生5這個 然後呢 是會根據什麼 他的上面 其實關鍵還是在什麼 查詢編號上面 如果我今天是1 001的話 那我就是B什麼 B3嘛 如果2的話 那就B4 欸你會發現喔 這之間好像相差多少 相差2嘛 所以很簡單嘛 你就乾脆講 把這個東西 放到這邊來之後 有沒有 然後怎麼樣 把它剪掉2就好了 然後再把它串在一起 欸問題就解決了嘛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樣 剛好把它串呢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1 end 後面喔 你就點選 查詢編號 不過他現在你會發現喔 他會串過來之後喔 會變成B003 欸 因為他現在裡面是一個文字 003 所以串 遇到end 兩個都串在一起了 B003 可是問題我要是B3 B1啦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在後面把它講 減掉 多2嘛 減2 欸減2 可是你會發現喔 很奇妙的一點喔 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把後面加一個減2的話 他本來B003 馬上變成B B1 欸為什麼 特別至於喔 他的那個Excel還蠻有趣的 他如果那個資料呢 本身如果遇到加減乘除 如果原來是文字 他會自動幫你轉型 轉什麼呢 比如說001 遇到減 加減乘除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變成什麼 比如說003 遇到減 就變成3 那3減掉2 欸自動變成1 那 他後來又遇到什麼 遇到end 欸特別重要 他遇到end的話 又會自動幫你把它轉型 本來是什麼 前後 本來是1對不對 他遇到end 又幫你前後再加创以後 再跟B串在一起 所以有的時候喔 這個同學比較不容易理解就是說 只要你遇到的不同的運算 這個叫運算員 那他會自動幫你做一些事情 OK 那我把它串在一起之後的話 欸就是 這個抓到的是 我們是 B 欸 這個位置 那我要抓的B 欸不對應該是啦 這應該是 他的位置 假設是 跟這應該是加才對 加減乘除 應該是B5才對 不是減 減的話 變成抓到上面的資料 就錯了 不管 反正就是加減乘除 他一律會自動幫你轉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欸自動也是一樣抓到無丹亞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 欸有沒有 名字假設是2的話 欸張顯亞沒錯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希望喔 可以向下填滿 自動呢喔 欸 可以怎麼樣呢 當然我如果現在這樣做完 我要總銷量到業務水準的話 你可能 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再複製 貼過來 把這個B呢 把它改成C 就抓到 總銷量 D 改成業務水準 E 名次 E 業務水準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如果不希望說 我用TA呢 因為我藍數很多啊 那我一個一個TA其實效率不好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自動幫我產生這個 BCDE喔 OK 而且是 向下填滿的時候 可以自動幫我產生 當然我現在向下填滿應該不OK啦 那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向下拉 自動可以產生的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In the Rates這個部分喔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那個 怎麼樣向下拉自動產生BCDE喔 好嗎 好嗎